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马来西亚面对着许多的挑战 他们不仅需要克服语言的障碍 还要适应新的文化环境 许多人缺乏基本的生活必需品 包括食物 医疗 教育资源等等 他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之一是缺乏合法的身份 这使得他们在就业以及获得基本服务方面 面对重重的困难 此外在心理上的创伤 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也给他们的生活增添了沉重的负担 尽管如此 这批罗兴亚那名朋友 他们努力的融入本地社会 重建他们的生活 他们积极的参与社区活动 学习我们本地的语言 努力理解和尊重我们本地的文化 许多难民通过创业 经营小型生意 或者在非正式部门工作 逐步自力更生 在社区内合作和支持的网络 也为他们提供了重要的心理和社会支持 在这个时候 国际社会的协助尤为重要 首先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 应该加强合作 提供更多的资金和资源 确保难民能够在获得 基本的生活的保障 其次教育和职业培训 至关重要 这不仅能够帮助难民提高生存技能 还能够使他们更好地 融入新的社会环境 第三心理健康支持 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帮助难民 应对创伤和压力 重建心理上的安全感 此外 推动社会包容和减少歧视的倡导活动 它将有助于营造一个更友好包容的社会环境 在这里 无论您是一位自身的艺术家 还是一位热爱绘画的业余爱好者 请您用你的画笔 用您的作品传递爱与关怀 让我们携手 用艺术的力量 来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发声 为那些流离思索的家言呐喊 我相信 每一幅作品将会是一份珍贵的礼物 是对生命的尊重 是对人道的呼唤 让我们一起共同努力 让这场比赛成为爱与希望的生活 让我们的作品成为那些无助的人 心中的一丝暖流 最后 我要衷心的感谢每一位参与者 每一位支持者 以及所有为这一次活动付出努力的工作人员 让我们并肩携手 为世界的美好努力奋斗 谢谢您 让我们一起开取这场关爱之旅 感谢您的感谢您